这一讲 我要带你去离赛刘馆二层的801号房间 这个展厅啊 你一走进去 就能看见两侧的墙上 整整齐齐的挂着很多大幅的画作 数一下的话 一共有21幅 每一幅都有4米那么高 而且规格类似 风格也很接近 一看就是同一个系列的 他们在两边的墙上一字排开 非常壮观 而我这一讲要介绍的 就是这个系列中最有名的一幅画作 叫 玛丽皇后登陆马赛港 这幅画是这个单元里 创作时间最晚的一幅了 已经到了17世纪 所以他跟之前的四幅画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那就是他已经完全脱离了宗教题材 艺术家可以在画里充分发挥想象力 哪怕是创造出完全不存在的人物 或者场景也都没有问题 这一整个系列的画作 都是著名画家卢本斯的作品 即便你不了解美术史 但当你看到这些画时 也很容易感受到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个系列的每一幅画作都十分的华丽 用色非常丰富 线条飘逸 而且充满了动感 画里的每一个人 从脸部到身体 都被描绘得极其丰满和漂亮 这种华丽隆重的画风 被后世称为巴洛克风格 深受欧洲各国皇室的喜欢 所以卢本斯这一生 一直都在为欧洲皇室服务 英国和西班牙 还都曾授予过他爵位 也因此 后人将卢本斯称为王之画家 画家之王 那么卢本斯在这幅 《玛丽皇后登陆马赛港》里 到底画了什么呢 我这就来带你看一下 画的主人公是法国皇后玛丽德·美帝奇 她的丈夫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开创者亨利四世 而她的儿子就是路易十三 画面描绘的是玛丽在1600年 驾到法国来时 登陆马赛港的情形 总体来看 画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占据上半部分核心位置的就是皇后 她从船舱里慢慢地走出来 身边围着十来个人 有护送的 有迎接的 甚至连天上飞着的小天使 也正吹着长喇叭在欢迎她 而画面的下半部分 描绘的是海里的众神和仙女 他们也都跑来迎接玛丽皇后的到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 脑子里一定会有一大堆疑问 首先 除了主人公玛丽皇后 其他这些人都是谁 第二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 为什么画里既有真实的人 也有神话人物 第三 如果这只是卢本斯画的21幅中的其中一幅 那么这样一个系列的大排场画作 究竟是为了记录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一个一个来回答 首先来数一下画里出现的人 数完估计 你自己都会吓一跳 这幅画里 竟然有二十来个人 但画面却一点都不拥挤 可见卢本斯的构图是有多厉害 那些天上飞的 海里游的 一看就不是真人 这些我稍后再讲 我们还是先来集中看画面的上半部分 就是那些看上去比较像真人的人吧 为什么说他们看上去比较像真人呢 是这样的 玛丽皇后的左右两边 是陪着她的姐姐和姝母 而那位站在船上 穿着黑衣服的是守卫 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真人 但旁边的那两个人就不是了 其中一个人披着蓝色的斗篷 上面绣满了代表法国王室的鸢尾花 另外一个人 挨着站在她右边 头上带着城墙形状的头冠 他们不是真人 而是拟人的形象 分别象征着法国和马赛 卢本斯为什么要用拟人像这种手法呢 其实也是没办法 当年玛丽皇后到马赛岗的时候 丈夫亨利四世是应该来接的 结果他陪着情人去旅行了 过了一个月才来 卢本斯不想捏造事实 但他也要讨皇后开心 于是他才画了法国和马赛 这两个虚拟的人物形象 欢迎玛丽到来 这两个拟人像 非常直白的揭露了这场婚姻的本质 那就是政治联姻 这其实也很正常 在真实的历史中 欧洲皇室的婚姻 基本上都是根据各种现实力量 来安排的 权力 财富 军事实力等等 玛丽和亨利四世当然也不例外 当时的法兰西 刚刚结束了漫长的宗教战争 国库空空 亨利四世很需要钱 而弗洛伦萨著名的美帝奇家族 刚好能为他解决这个问题 玛丽得美帝奇嫁过来的时候 带来了巨额的嫁妆 据说相当于法国一年的国家财政 另外还有18艘大翻船护送 随行人员都有上签 当然 美帝奇家族也不吃亏 这个靠着银行业 起家的大家族 一向都很清楚 金钱只是工具 而权力才能固化他们的力量和地位 所以 美帝奇家族一向的策略 都是朝着教权和王权靠近 这样的政治婚姻不幸福 是常有的事 玛丽刚嫁来法国的时候 亨利四世就对他很冷淡了 后来对他的态度 也一直没什么好转 当然 这一切 卢本斯是不会表现在话里的 我们接着看话的下半部分 他主要描绘的是海里的众神和精灵 海神波赛东留着花白的长胡子 他正在用力推船的头 而他的儿子特里通 就在旁边吹猛海螺 还有那些仙女 他们手里都拉着欠绳 想要把玛丽皇后的船 牵引到马赛港里去 这些神话人物 是整幅画最精彩的地方 他们姿势很复杂 但也不做做 浑身都充满了动感 尤其是海里的仙女们 全身都散发着光芒 你要走近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他们的臀部和大腿 还都沾着水滴 被描绘得非常逼真 感觉就像画布诗了一样 这就是典型的卢本斯风格 人物非常动感 很能突出画面的浪漫性和戏剧性 而且 他笔下的人物 体型都很丰裕饱满 显得雍容华贵 特别能讨权贵们的欢心 卢本斯之所以在画面里 加入那么多的神话人物 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那么多的神都联合起来 庆祝玛丽嫁来法国 仙女们还亲自上阵为她拉船 这些都能体现出皇后 无与伦比的尊贵地位 以及她对法国的重要性 这第二个原因 恐怕是你想不到的 卢本斯之所以这么画 也是没有办法 这位玛丽皇后的一生 真的没什么 丰功伟绩值得歌颂 要是按照真实情况来画 别说21幅 恐怕连5幅都画不满 所以 卢本斯才会想到 借用神话题材 为玛丽重新创造一个辉煌的人生 卢本斯为皇后所画的 这一系列画作 玛丽有时是一个 聪明伶俐的小姑娘 古希腊众神正在给她上课 有时候呢 她又会化身成战争 和智慧女神雅典娜 为法国带来军事上的胜利 这些画我都放在了图文区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 通过这21幅画作 卢本斯为玛丽 树立了一个超级完美的形象 这个形象为她自己 为法国皇室 也为她的家族带来了荣耀 所以说 这个系列的辉煌画作 其实根本就没记录 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唯一的重要性 大概就是在艺术价值上了 玛丽皇后 这一生就没为法国 做过什么特别的事 但这21幅画 却成了她为法国 所做的最大贡献 玛丽定制这一套画作的时候 卢本斯在欧洲的皇室圈里 还不算有名 如果没有玛丽会演识人 卢浮宫也不可能收藏到 卢本斯那么多的作品 在这里 不得不承认 来自美帝奇家族的人 他们的艺术鉴赏力 真的不是一般的好 通过卢本斯的这幅画 我们可以看到 400年前的法国皇室形象 但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事实 而是想象 那是画家的想象 是大众在历史中 不断叠加覆盖的想象 你可能会觉得非常虚幻 但我想说 其实这就是权力 权力就是基于人们 对于某种共识的想象 权贵们的私生活 不太会像影视剧里 所描写的那样惊天动地 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他们 会发现 他们活得还蛮平凡和无聊的 有时甚至会很残酷 其实 在这21幅画作完成之后 没多久 玛丽就因为干涉国政 被儿子路易十三囚禁了起来 随后她逃离了法国 下半生一直在欧洲流亡 最终是在德国去世的 很显然 来卢浮宫欣赏这幅画的人 在被她的眉打动的同时 没有几个会真的了解 画里这位皇后 那异常惨淡的结局 但是权力 可以让皇室有机会 重新书写历史 或者像玛丽这样 重新绘画历史 而这个行为本身 就可能就成为新的历史 这个单元的五幅画 让我们看到了 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 人的力量 在不断变强的一个过程 人类开始意识到了 情感和理性的价值 也体会到了世俗的幸福享乐 另外 人还可以运用新的手段 去创造财富 去书写历史 而艺术家们 用他们独特的创造力 把这一切呈现给了我们 当然 这种呈现不是死板的 而是很复杂的 一幅画所透露的信息 总是远远超出 当初画家在创作时 所想要呈现的内容 会产生全新的感受 我在这门课里所讲的内容 只是其中的一种 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启发 也希望你能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解读 我要为你介绍的是 卢浮宫埃及管理 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丹德拉星座版 逛卢浮宫的人 在埃及管理 会在丹德拉星座版前 逗留特别久 因为他们很想要在这块板上 找到自己的星座 这也算是逛卢浮宫的 娱乐项目吧 十二黄道星座系统 最早是出现在两核文明里的 随后慢慢传入了埃及 丹德拉星座版上的图案 基本上你一看 就能分辨出 它们属于哪个星座 由此可见 这套超级符号系统 一直影响着我们 直到今天 就冲着这一点 这块星座版 都值得你去卢浮宫那里打个卡 丹德拉星座版 其实是一件 非常大牌的古埃及文物 现在埃及政府 最想追讨回来的 五件流亡在外的文物 它就是其中之一 这块圆形的星座版 直径大概有2.5米 材质是沙岩石 板上刻满了浮雕 都是描绘宇宙天体的 那可是古埃及人民 经常夜观天象 才倒腾出来的一个星空图 要知道 古埃及人最热衷的 就是建金字塔和做木乃伊 描绘星座图 在它们的历史上 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 就像我在书里作像 那杰克里所说的 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 古埃及所有的王朝就都灭亡了 它的文明也从此被淹没 一直到1798年 拿破仑远征埃及时 才将这个已经消失了 近2000年的古文明 重新挖了出来 也因此引发了全世界 对古埃及的考古狂热 在拿破仑远征埃及的过程中 法国军队发现了 大量的古埃及文物 其中有两件是最有名的 第一件是大英博物馆的 镇馆之保罗赛塔石碑 第二件就是这块丹德拉星座板 这块星座板 是法军走到埃及古城 丹德拉时 无意中发现的 它当时的位置 就在城市主神庙的穹顶上 法国人发现 这块星座板时 震惊到下巴都快掉了 他们本来是想 直接打包带走的 但是星座板是 镶嵌在穹顶上的 根本没法拆下来 所以 法国人就只能将 石板上的星座图案 临摸了下来 带回了巴黎 我想说 这也是法国人 非常幸运的地方 因为过了不久 英国人就追着 拿破仑杀到埃及来了 法国挖出来的所有文物 基本上都被英国人 抢回家去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罗赛塔石碑 现在是放在大英的 所以 你想啊 当时法国人 要真的把 丹德拉星座板 硬拆下来 带走的话 估计你现在 就是要跑到 大英博物馆 去看这件文物了 23年之后 法国人重新回到了丹德拉 非常野蛮的用炸药 将星座板 从穹顶上炸了下来 扛回了巴黎 他们之所以会 这样不择手段 是因为当年 星座板的手稿 带回巴黎之后 一下子就引起了 全民的关注 热度根本降不下来 各路天文学家 科学家 宗教学者 都在研究它 而且研究出来的 结果非常惊人 这块石板上 所描绘的宇宙天体 让当时的欧洲人明白 古埃及对天文学的掌握 远远超出 你的想象范围 比方说 太阳系的八大行星 在这块星座板上 就已经能找到五个了 分别是水木金火土 我在文稿区 为你标出了他们的图案 你有空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除了行星之外 还有星座 首先 十二黄道星座 你肯定是都能找到的 另外 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星座 比方说猎户座 大熊座 小熊座等等 但最让人惊讶的 还是日食和月全食 这两个天文现象 居然也都被雕刻出来了 古埃及人已经发现 月全食 只会在满月的时候发生 所以他们 就用埃及大神 荷鲁斯的眼睛 去代表月全食 因为在他们眼里 只有荷鲁斯的眼睛 才是最完整的 能够象征满月 而关于日食 他们也明白 这是由于月亮 挡住了太阳而产生的 所以 日食的图案 就是女神伊西斯 拉住一只沸沸的尾巴 因为沸沸在古埃及 是代表月亮的 女神 拉住她的尾巴 意思 就是让月亮 不要再挡着太阳了 让日食 早点过去吧 从这两个图案 你就能感受得到 古埃及人对天文学的研究 真的非常厉害了 但是 从这块星座板上 你也能看出 古埃及文明开始没落了 前面说过 十二星座 是从两河流域传入埃及的 但是他们星座图案 可都是用古埃及人 自己的神来表示的 比方说 巨蟹座 它的图案 就是一个屎壳狼 在古埃及 那可是太阳的化身 又比如水瓶座 他们是用埃及的 洪水之神哈比埃表示的 但在丹德拉星座板上 十二星座的图案 也就只有水瓶座 依然还是埃及的哈比大神 其他的图案 都已经希腊化了 比方说 巨蟹座不再是一个屎壳狼 它变成了一个大螃蟹 这和我们现代人 所用的星座图案 已经相当接近了 那这种变化 是怎么发生的呢 丹德拉星座板 是在公元前五十年 被创作出来的 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 那么古老 比断壁的维纳斯 还晚了近七十年呢 在那个年代 亚历山大大帝 早已征服了埃及 他的手下托勒密将军 在那里建起了托勒密王朝 从此开始了埃及的 希腊化时期 虽然托勒密王朝 非常努力的保留古埃及文化 国王也自称法老 此后依然会被做成木乃伊 但从丹德拉星座板上 你就能看出来 这个文明 还是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 也就是 我们非常熟悉的埃及艳后 之后 埃及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一直到五世纪 希罗马帝国灭亡 首先 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古埃及文物 因为古埃及人一向看重生死 对天文学并不是很热衷 但这块星座板的出现 让我们了解到 古埃及人的天文学水平 其实是远超出我们想象的 其次 丹德拉星座板 还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反映了在公元前五十年左右的时候 古埃及文明已经衰落得很厉害了 事实上 在不久之后 埃及就被古罗马帝国完全占领了